开始不再批准及更新任何跟博彩业相关的营业执照政策落实之后呢 国内三家博彩公司就联手起诉州政府指他违反宪法 那来到今天有消息证实 要若施打高庭裁定 击打州政府不发放跟更新博彩业投注站营业执照的这个措施呢 是违反联邦宪法的举动 随着高庭这项裁决 那是否意味着击打州政府的禁赌令闯关失败了呢 有据报道 要若施打高庭呢是在6月20号宣判 击打州政府所落实的禁赌政策呢 已经超越联邦宪法的权限 因此必须要被撤销 那同时高庭也预令作为答辩方的击打州政府 击打州务大臣沙努西 要罗施打市政厅以及市长游司令 必须对起诉方做出赔偿 以弥补业者在无法营业期间所蒙受的损失 那高庭是基于宪法的哪一项条